好 共百货公司周年庆呢 特别是在台北市东区 当然建议你还是不要开车去好了 自找麻烦 根本找不到停车位 但是这位机车组呢 他好不容易找啊找 还真的给他找到一个去发现 上面写着私人车位 旁边还有人警告他 如果停在这里就找警察来取定你 他觉得很不合理 但是住户说没有不合理 因为这是私人用地 所以当然可以要求警线住户使用 周年庆开打 北市东区一级战区 人潮车潮满满满 要找车位何其难 超多的我到15分钟才找到位置 找了很久啊 你找很久啊 有找到吗 还没 机车组大探车位难找 没想到 不过就在百货公司附近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整排 都画着私人专用的机车格 特别受到瞩目 仔细看这私人机车格 上头还写着私人的大字 甚至有编号 而且在附近有告示 一般民众如果停在这里的话 会找警察来取缔 我会觉得蛮奇怪 为什么应该是大家一起的停车格 为什么会变成私人的 会有点觉得说 因为是公有的啊 不应该就是把私有化 在寸土寸金的东区 这一排写着私人大字的停车位 路过的机车族骂翻天 不过住户激励反击 我们当初三十年代的时候就属于地主的 他们七楼的地主一直在角度去增值碎 北市停管处表示停车格不是他们设置 也就是住户自己私化车格 但因为是私人土地属于法定空地 化车格并无违法 不过不知情的民众不小心停了 就算警察取缔 也因为违反道路交通条例 难开罚单 私人停车格尽管于法有据 但字形图上大大的私人字样 还制作标语严重提醒 实在不算顿亲目铃 这是完全理想台北 采访报道